好的 我们第二轮的比拼技章开始 经过了第一轮的热身赛 剩下了四位的模仿者和老哥同台 那三位评审采取背对舞台的方式 来倾听舞台上这几位唱歌的人 究竟哪个声音是毛鱼 哪几位是其他的模仿者 并且根据模仿者声音的相似度 依次排训 一定要认真哦 曹阳 因为模仿的最不像的那一位 将会离开舞台 好的 所以只能听不能看 请颤动评委的沙发 这首歌你唱 注意 毛哥经典动作 一起来学 对 毛哥经典动作 厉害厉害 这是最少研究了十年以上的水准 我听说曹阳和女儿东霖 其实跟老哥曾经一起演过话剧 是吗 对 学习过 所以这才是 已经输完了麻烦情感 许多年以后却发觉 又回到你面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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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陈房的日子 始终不幸 明镜与点点栏目